随行就是水涨船高 鸡要卖轿 鱼要卖轿 年轻一笔 多说了 我不能再说了 冰宴啊 你可以开始看账目了 外祖母 既然表弟妹是商谷世家 育满扬州 不妨先让她说说 这渡家的经商之道 以及投资之窍吧 您看如何 有意思 冰宴啊 那你就跟大家伙说说呗 在座的诸位都是杭家 冰宴在这里扳门弄斧了 说到这 行商之道理财之窍 想必各位都很清楚 小时候我爹爹也教过我 这个道理可太长了 可是我们扬州人做生意 喜欢长话短说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道说道 要是说得好 请诸位捧个人潮 要是说得不好呢 就请诸位多多包海 说到做生意 说到做生意 这买卖不算账 生意难兴旺 不怕不赚钱 就怕货不全 见人三分笑 这客人啊 跑不掉 做商便行商 裁员达三江 好 好 好 我要是出古证告 是 是 是 海女 这算盘打得精 马挂便背心 不怕生意小 就怕客人少 省捆三道锦 这账算三遍才能清 这消息抓不准 卖卖得亏本 好 胭脂有理啊 这问不凡 挑不厌 生意兴隆 客满店 一样货百样卖 嘴甜四蜜 卖得快 卧场骑流 力无尽头 本大力宽 国力多销 随行就是 水涨船高 鸡要卖轿 鱼要卖轿 眼睛一闭 多说了 我不能再说了 为什么不能再说了 奶奶 我要是再说的话 就成老太太的裹脚不一样 又臭又长了 这孩子心直口快 说话也不会遮拦 这孩子是赢了 爱举人 这孩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